台北市纽澳商会连续4年举办单车环岛工艺活动 送爱到花莲家福中心玉里服务处 借于纽台的原住民有许多类似的文化背景 纽澳商会打算引荐更多的国外资源 照顾偏乡孩子 花莲家福中心主任也表示非常的感谢 台北市澳洲纽西兰商会单车环岛工艺活动 早在4月11号就先来到花莲县的秀离乡 这次更是骑车来到玉里的家福中心 办理慈善捐赠及文化交流活动 非常开心他们其实几乎每一年都会来花莲 关心我们这边花莲落实的孩子 那这一次呢他们其实也跟整个澳流商会的会员 募资了很多的金费 然后来赞助我们整个花莲家福 不论是在奖学金 或者是在我们帮助落实家庭 儿少保护等等的一个金费 执行长表示 是花莲的上海之美令人喜爱 也认同偏乡服务的价值 今年决定第三度与花莲家福合作 深入认识台湾在地文化 今天我们开心可以来到玉里的家福中心 捐一笔钱 然后支持家福中心在做的一些 帮忙小朋友的事情 花莲家福中心主任施正廷 表示非常感谢澳纽商会 可以看见后山孩子们的需要 提供孩子文化交流的场域 也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偏乡的孩子 记者高雄商与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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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